大家好,歡迎收看Queen記廚房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做日式照燒雞柳 其實日式照燒雞汁在日本來說好像豉油一樣 所以一般日本家庭做這個汁非常簡單 但在網上做到天花濃縫 可能他們的醬汁比較潤滑、香口 但我今天和大家分享這個超級簡單 一般日本家庭都會用這個醬汁 兩磅的雞柳連醃都不用醃 接著次序,首先攪中筋麵粉 然後雞蛋汁和最後麵包糠 可以放在一邊備用 如果新手想容易點沾上醬汁 那就用一個大一點的碟 全部的雞柳都處理好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不黏底的鍋 燒紅的鍋,加3湯匙的油 這樣雞柳煎出來就好像炸一樣 全部雞柳鋪好,鋪平 然後我們用鐵絲網蓋蓋緊 用中火煎3分鐘 之後打開,在雞柳上面再灑2湯匙的油 然後可以翻一次 這樣底面雞柳都會有煎的效果 再蓋住,另一邊煎3分鐘 然後再煎3分鐘 日式照燒汁,大家可以就這樣 淋在雞上面一起煮 又或者另外用一個煮食鍋 煮結了之後,淋食先點上去 我們就這樣將4湯匙豉油 2湯匙味淋酒 1湯匙砂糖 1湯匙蜜糖 1湯匙蜜糖 和2湯匙白醋拌勻 然後喜歡有薑味的,就可以放幾片薑 倒進去,和雞一起煎 會自動乾水 但大家用的豉油牌子不同 所以砂糖上的份量可以隨意加減 倒入照燒醬汁之後 不夠1分鐘就會吸乾水 就可以關火慢慢享用 如果大家喜歡很多汁 我建議你們用另一個鍋 煮熟的照燒汁 吃的時候先淋在雞扒上慢慢吃 這個日式照燒醬汁可以用來配三文魚、蝦、海鮮、雞肉、豬扒 都很好吃 煎出來的雞樓完全沒有醃到 但都非常軟熟多汁 因為我們有麵粉又有麵包糠 可以包緊所有的肉汁 我們下次Queen記廚房再見 多謝大家收看 我會繼續和大家分享一些簡單容易的食譜